行李輸送袋上方噴出火花 恐怖畫面發生在桃園機場 第二行下地下二樓行李處理場 事發地點 行李輸送袋的16號藍色 壓克力標示牌 被燒得蒸片彎彎曲癡 邊緣有明顯融化破損的痕跡 壓克力 這是哪裡的壓克力 從剛標示的壓克力 原本這片壓克力標示牌 也像其他標有號碼的 大型標示牌一樣 是藍色半透明 掛在輸送袋上方 而這塊標示牌 已經燒融到 幾乎看不出緣貌 好幾公司指出 27日上午9點多起火 營運控制中心立即啟動應變 現場作業人員 用滅火器趕緊撲滅 根據募集的地勤人員表示 當時行李輸送袋飄出煙霧 還有濃濃的燒焦味 這回緊急檢查 是機械設備異常 滾輪摩擦升熱 引燃防護網 現場輸送袋設備沒有受損 轉盤上沒有行李 在上午10點恢復運作 歡迎收看小花明 桃園報告